南韩总统大选正式开始 两党参选人文在寅和普景惠都完成登记手续 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 12月19号为大选日 两党总统候选人全力展开竞选活动 请看我们来自南韩的报道 韩国第18届总统候选人登记结束后 共有7人报名参加本届总统竞选 从27日起 这些候选人开始正式展开 为期22天的拉票活动 在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申请登记的总统候选人 有新世界党朴槿惠 民主统合党文在寅 统合进步党李正基 以及四位无党派人士 朝野两大阵营候选人朴槿惠和文在寅 为了在选举之初掌握主导权 将首天的活动日程做了紧密的安排 朴槿惠阵营用红色为主调 以准备好的女总统改变世界的承诺为口号 在中京道全罗北道进行游说活动 文在寅以绿色为象征 打出开启新时代的首位总统 以人为先的口号 在釜山进行首场游说活动之后 下午在首尔市中文化会馆展开集中游说 在接下来的竞选日程中 上述两大阵营还将有三场电视辩论会 预计两人将对各方面的政策表明立场 随着总统选举竞选活动正式启动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也将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 新唐人记者今夜韩国首尔报道